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ospels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這款玩具是由吳醫師所出品 電影最終騎士V級探長的升級配件包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包裝,在盒子的正面有它的內容物 一塊蓋板,兩塊腳底板,一把狙擊槍以及一把軍刀 編號DWM06,旁邊這邊還有一個吳醫師的Logo 盒子的側面後面沒有什麼東西,把盒子打開來 玩具的內容物有泡棉所保護,首先它有附帶一個夾鏈袋 夾鏈袋裡面有一個軍牌以及一個子彈雪茄 那這個東西必須自己做一點DIY 軍牌要自己找鏈子來安裝 裡面還有附帶兩個腳底板,一把狙擊槍,還有一個蓋板 腳底板的細節刻畫看起來是還OK 輪胎的表面也有做一些塗裝 它就是兩塊東西並沒有任何的可動性 一把狙擊槍,狙擊槍的造型以及細節刻畫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但是沒有任何的塗裝,握柄的地方是可以稍微活動的 還有一塊在載具形態之下的蓋板 旁邊這邊有附帶一把軍刀 軍刀是可以拔起來的 細節刻畫看起來還OK上面有點綴銀漆 這一塊蓋板是可以變形成為一把武器 它可以變成一把格林機槍 待會變成人形的時候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這款電影第五集V級的探長在它的載具形態之下 跟電影裡面的造型是並不還原的 在電影裡面後面這邊還有一塊蓋板 玩具身上並沒有忠實的呈現出來 那這個升級配件包就是要還原電影裡面的形象 安裝的方式也非常簡單,把後面這個東西給它拔起來 拔起來之後把它丟到旁邊去滾遠一點 拔起來之後在這邊有個洞 對應這塊配件裡面有個凸 有凸有洞就把它督進去 就可以了 那安裝上去是更加還原電影裡面的形象 看起來是非常不錯,非常正點 在這個形態之下這把軍刀是可以安裝在側面這邊 狙擊槍也有一個收納的位置,在這邊有一個凸 對應這邊有個洞 有凸有洞就把它督進去就可以了 那它所附帶的武器在載具形態之下也有一個收納的位置 原本官方所附帶的武器也是可以安裝在這邊有一個洞 把這些武器全部安裝上去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比原本的載具形態來的好看也更加還原電影裡面的形象 那這兩個腳底板在載具形態之下是沒有收納的位置 這一點是比較可惜的 這個東西也是沒有收納的位置 那這個配件包在載具形態之下呢,讓我抱怨的話有兩點 第一點就是它這個配件與它玩具的本體有一點色差 但是並不是說非常的嚴重 第二點就是這個配件包裡面的凸跟凹卡的並不緊 你只要把它從這邊拿的話,這個東西很容易鬆開來 除此之外呢,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不知道各位覺得安裝上這個配件包之後,感覺如何,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那接下來呢我們把它變成人型,再來看一下吧 在變為人型之後這款V級的探長在腳部的地方 不僅站立性不好跟電影裡面的造型也是不還原的 那這兩塊腳掌就派上用場了,安裝的方式也非常簡單 首先把它的腳底旋轉180度,腳掌的地方變成腳跟 在配件的部份這邊有兩個凹槽,對應這兩個地方 大的輪胎朝裡面,把它督進去就可以了 另外一邊也是比照辦理,把這個旋轉180度,配件再把它督進去 那它腳掌的升級過程就完成了 安裝上這個腳掌之後跟電影裡面的形象是更加的還原 不過在把玩的時候呢,如果你要調姿勢,它很容易就掉了 這一點是我比較不滿意的地方 但是你把它擺在那邊的話是沒有問題的 它所附帶的狙擊槍 握柄有凸,拳頭有洞,有凸有洞,督進去就可以了 握上武器拿起來的緊實度是還不錯的 它所附帶的獵刀,一樣是可以把它督到拳頭裡面去的 那是一個廢話,握起來是非常緊實的,完全不會鬆脫掉落 那這款配件包最大的賣點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呢可以變成一款格林機槍砲 但是配件包並沒有附帶說明書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變形步驟 首先把它翻過來,裡面這邊有收納子彈的刻畫,這個東西先把它拔起來 在這邊是有一個凸的,它是可以收納在側邊這邊有個洞 那這個東西它是可以打開來的 它的關節連接處比較容易掉,所以這個東西也是要小心一點 接下來就可以把這兩塊東西把它鬆開來 鬆開來之後它這個東西在裡面是球形關節 把這個球形關節旋轉180度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旋轉180度 這裡有一塊半圓形的部件把它抬起來 前面有三個槍管把旁邊這兩個往上推 接下來把它翻過來 前面的這塊東西把它翻180度,翻到後面去 然後利用兩側的關節把它往上抬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利用裡面的關節把它抬起來 後面這邊有一塊黑色的部件要把它先轉出來外面 轉180度,然後把它的握把翻出來外面 再把這個東西轉回去 轉到這個位置,握把把它完全的翻出來 另外這一塊也是一樣把它這個東西轉出來外面 接著就可以把這兩塊結合起來 在這邊有一些卡扣把它對準,全部把它扣起來 它這個東西稍微調整一下把它扣起來 旁邊這兩側也有個卡扣 這個卡扣也要把它扣進去 這兩塊黑色的東西也把它扣起來 接著在這邊有一個握把把它翻出來,把它抬起來 那它的蓋板變成格林機槍的變形過程就大功告成了 那這個設計呢我個人覺得是蠻屌的 載具形態之下可以還原電影裡面的造型 在人形之下也可以變成一把武器讓人物所握持 那這款探長在電影裡面它確實有用到格林機槍 也是更加還原電影裡面的設定 上面這邊有兩個握把 它是可以讓人物雙手持槍的,從下面往上把它督到手裡面去 那前面的握把呢這邊是球形關節把它轉到這個位置 這個手會比較好拿 稍微調整一下它就可以雙手持格林機槍砲 看起來是非常的帥氣 也可以還原電影裡面的場景 剛才所拔下來的彈夾可以安裝在機槍的側邊 彈夾的這邊有個凸 對應機槍的側面這邊有個洞,有凸有洞就把它督進去就對了 裝上去之後看起來是更加的帥氣 那在人形之下我比較不滿意的就是這個腳底的部件 非常容易掉 如果說你要把它擺POSE稍微壓一下的話它就掉了 其餘的來說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那這一款由吳醫師所推出的升級配件包 無論在載具或者是人形之下都可以讓探長更加還原電影裡面的造型 那我個人也是非常喜歡這種還原電影造型的配件包 唯一的缺點就是在一些卡扣的地方扣的並不緊 其餘的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載具車尾的車殼可以變形成為格林機槍 這一點也是蠻有梗的 如果想要更加還原探長在電影之中的形象的話 這一款配件包我認為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那今天這款探長升級配件包的分享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讚、分享給朋友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的名字是OptimusPrime 我們是自動物理由的自動物理由Cybertron